哈囉 大家好 歡迎大家 又來到開箱的頻道了 今天我們來開箱兩個東西 不過都是小東西啦 所以呢 很快就會結束了 那首先呢 這個是我兩個月前買的 又是 我很喜歡的品牌 萬寶龍的東西喔 我們先打開來看看 那這個呢 它外面沒有貼東西 因為呢 我看到很神奇的點 第一個是 這是我 需要用 就是它本來沒有貨 只是用定的 它們才掉貨過來這樣 然後呢 它就是從一個 普通的那種 就是在外面看文具店一個 塑膠的盒子裡面 撕開一層膜 然後 就 就把那個筆拿出來 所以我想說 靠 這支筆是沒有 盒子嗎 嚇死我 後來他就拿出一個盒子這樣 所以可能就是因為那個筆是新的 所以就變成說 它一開始不是裝在盒子裡面 是他們需要另外裝這樣 那首先每個 看到這個就知道啦 是Writing Instruments 就是一些書寫的工具 那每個書寫工具 它裡面這一本幾乎都一樣 那為什麼還會再買一支筆呢 因為我不是開過那個 小王子的嗎 那這次我買的呢 是 登登 是經典款的這一款 然後呢 這一款是 好像是 白金版吧 因為它有 金色跟 銀色 那我是沒有買金色 所以我覺得金色比較老一點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支筆 然後它的 我選的是粗的筆感 好像叫149嗎 這我不確定的 反正就是 它是比較粗的那個筆感啊 然後大半細的 然後呢 它這個是旋轉 如果是 比較 細一點點的 好像是 直接用旋的 因為我這一支 不是鋼筆 我這一支呢 其實是 鋼珠筆 那寫起來 的話其實跟 呃 應該是怎麼說呢 也不能說跟那個原子筆一樣 因為我自己呢 其實就是不喜歡用原子筆的那個墨水 所以呢 我就是喜歡用水性的筆 這是為什麼我之前會開始想要用鋼筆 就是因為我喜歡水性的 從小到小也是一樣 就是看到原子筆 因為原子筆它會寫出來有那個 我們叫墨血 就是說那個那塊墨水 油性的墨水會擠成一塊 然後你手壓上去 它就立刻會黏在你手上的感覺 很麻煩 所以呢 我就真的非常喜歡用水性筆 然後呢 這一支筆的話 也沒什麼特別啦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我覺得真的很美 經典款的就是美 那我這一支筆 你暫時還沒有帶出門 主要是有一個原因 是因為我不知道怎麼放它 我有些襯衫是沒有那個襯衫的袋子 所以呢 變成說我 我不敢隨便亂放 我也沒有一個 一個筆盒 或是筆的包包給它 所以變成說 我就暫時還沒有把它帶出門 就對了 好了 那另外我們買的一個東西呢 就是這樣一個盒子 只是比剛剛那個大啦 就是 可以看到這樣 這樣比起來 就稍微大一點點 那大家應該就知道我要買什麼了吧 應該說我買了什麼 或不是我要買什麼 而且就比較簡單一個盒子 在 在這裡而已 好 然後呢 這個先放旁邊一點好了 不然擋住鏡頭 好 這個盒子一打開呢 看到這個 看到這個其實就知道 就是皮革鍵了 因為它的皮革鍵都會有一個防塵套 我們先看後面的東西 可以大家看到 這邊就已經知道那是什麼 這是 然後先看別的 首先呢 我看看這是什麼 這是它的一個 喔 這算是一個小證書啦 它就是說它是皮革鍵 然後它的 染色加工 小牛皮 全力 麵皮 印花 還有什麼 反正就是鏡啦 反正它的做法 然後這一款是義大利製造 我這個我就不確定是什麼 可能就是正貨的一個保證 然後這邊它就是皮革有一些 你看 它的 我怎麼會看到 那個 那個剛剛比在裡面 它這個皮革的說明書也是一樣啦 就是 像 那個 行李箱啊 像剛剛有看到皮帶啊 都在這個皮革鍵裡面 都 都包含這個說明書這樣子 然後這個我們可以放起來了 看我們的主體 不過呢 我想說 這個盒子好像有點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那種感覺 有點 不太牢靠的感覺 沒關係 翻盒子而已嘛 然後我們打開之後呢 就是看到這個 這是一個筆 筆的 叫什麼筆包嗎 Pen pouch 我不知道中文怎麼翻 筆帶好像也快快的 那我們打開呢 這是兩個靠子 我沒有用拉鍊的 就是因為沒有貨 然後這個好像也比較貴啦 因為它皮革的面積也比較大 然後這樣 它裡面有一塊紙去隔著它 這個沒特別 我們來看看這裡 它這裡有寫 它是 on blog made in Italy 然後這邊打開 就一個CT420 我不確定這個是什麼 然後這裡它有用一個東西撐著 那首先我們摸一下這個 表面的話 其實它是很滑順 然後它這個是沒有彈性的 因為它是純粹一塊這個布料而已 然後它就是把它直接放進去 那這個也會把那個 筆蓋的地方保護好 我們先放進去看看 因為這是我很大的目的 這些東西 我其實猶豫了很久 到底要把它買 因為呢 我好像也沒有什麼必要 把它帶出門 然後這一支呢 放上去剛剛好 就是粗的話是剛剛好 然後把它扣起來 其實我覺得 扭扣這個我是有點還好 因為 我還是覺得很難扣耶 這個 就是你很難對準 然後好 我們來看一下表面 就是這個是有一個 就是凹凸的那個造型 然後呢 店員說了一個點 讓我很 非常的有興趣 就是因為他說不怕刮傷 因為我就是很怕說皮革的東西會有誇張 或是其他 就是像筆這個東西誇張 你也不好看嘛 所以為什麼我就是很想買東西去保護它 然後我也不想直接放在家 因為鋼筆的話 我要拿墨水 其實蠻麻煩的 所以呢 我就會像說買一支鋼豬筆 這樣的話我就比較好去 拿出去用 然後像是 譬如說我要簽 信用卡的單子 其實用鋼筆是有點困難 因為想想看 以前的那種是要過底的紙 就是你要寫大力一點 它偷到下面那張紙去 然後現在的是亮面的 以前那種要過底的其實不行 然後現在這種亮面的印刷紙 是比較可以啦 所以呢 我會覺得鋼筆還是有點小不方便啦 對於日常來用的話 除非我真的只是在簽文件 那我又不是大老闆簽什麼文件 所以 其實對我來講 鋼筆的用處 真的是平常休閒在用的比較多 那這支 嗯 它其實應該這樣放 不是應該 往前的那個筆扣 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它真的非常的 非常的合在這裡 然後 我剛剛是發現 這樣其實它只會有皺褶 所以其實它做這個 不是平滑一面的話 其實是蠻好的 其實是蠻好的 起碼說 現在我就是這個 它不會 看起來怪怪的 就是有皺痕 我就有點 有點抗拒啦 就是 然後大概就是這樣子 然後這裡有他們的logo 那今天開箱我大概就是到這邊了而已 不是一直一直講 一直講 喔沒有什麼事情啊 因為其實鋼筑筆就是主要是筆心嘛 我有看到一個 我以前有一個老師 就是教我品酒的老師 他就是 有拿這一支筆 我就問他說 欸老師你那支筆是用 呃 鋼筑的還是 還是什麼 什麼還是原子筆 他說他其實原本是鋼筑筆 但是因為他是左筆子 他左筆子的話 好像是因為他的墨碎還沒有乾透 他就 他就會 欸不對啊 看他怎麼寫吧 我不知道欸 反正他就說 手筆子對他來講是不好用 所以他就換成了 他把裡面的筆心 換成了 Pocker的原子筆 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做一點小改裝就可以了 然後 大概就是這樣子吧 所以呢 呃 今天的 開箱 就其實完成了 真的很簡單 主要是這個B套 跟筆 就這樣而已 然後呢 那接下來又跟大家報告一下就是說 我這個頻道接下來可能就是 會 我會盡量更新啦 但是有可能因為我沒有在玩遊戲 比較 比較難去更新 因為 呃 最近在看論文啊 然後 呃 主要是自己時間排太滿了 所以有時候就算實驗回來 我也可能比較難去 有時間跟他玩 那我自己的話我真的比較少在玩 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會繼續玩 只是說 最近可能會跟得更慢一點 那另外呢 呃 就是我 最近應該還有另外兩樣開箱的東西吧 那這個之後再 下一個影片大家就知道囉 我們今天先到這邊結束囉 謝謝大家收看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 掰掰 3 3 4 5 感谢观看